新阳美容APP 丘比特稳倦 安全感 是一个很大的话题 但是其实它是 细化到生活当中 它又是特别特别小的事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 按赞订阅 但是在女生而言 她的理解就会是 你不爱我 你不在乎我 你不尊重我 因为你会把我 这个概念放得非常地大 然后以自己的 这种规则属性 去要求身边所有的人 所以这也是你要 检讨的一个问题 把自己的规则属性 自我的地方 说得小一点 好吗 好 谢谢老师 祝你们幸福 我想从底层来帮你们分析一下 你们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处境 微博上面有一段话 它说有一种冷暴力叫 我不理你是因为你不理我 什么意思 你想想你是不是这样 就是对 我不理你 我是你的气 但是是因为你对我不好 我不理你的前提是你不理我 你是始终没有安全感 不主动表达 希望对方能够主动想到 就我有什么需求 我要你能主动想到 对吗 你希望找到这样一个人 你以为找到这样一个人 其实他并不是那种 但为什么 好像前几年挺好的呀 因为男人往往在前一段时间 会有一个叫伪装性的区域 当然伪装是因为爱 我们先说清楚 伪装不是因为他坏会骗你 伪装是因为他对你是有爱的 但是时间越长之后 伪装性就慢慢地退去 就变成了原本一样 从底层分析就是这样 你们俩都没有问题 唯一的问题就是 你们两个人不匹配 所以你们现在要考虑的问题是 我们还要不要为这件 不匹配的感情 去努力地做出改变 而不是你要改变 是我们两个要不要共同 值不值得共同 去做这样的改变 佳老师 佳老师 陆琪老师从理性的角度 和层面去分析你们 我从感性的角度来说说 我对你们的感觉